花蓮強震,全台不少的建築物受損 而根據統計,全台確認的紅黃單建物有128件 政府沿逆補貼方案 租金補貼每戶每月最高1.8萬元 而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提高到350萬 花蓮近海三日發生規模七點二強震 除了重創花蓮,全台不少建築物也都有受損的情況 國土署也擬受災戶住宅補貼方案 包括最高補貼350萬元 為老重建住宅貸款利息 租屋補貼最高每個月1.8萬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也提高到150萬元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截至10號為止 全台確認紅單建築有49件 黃單建築有79件 因此與國家地震中心合作 成立專案辦公室 提供民眾有關強化住宅結構安全等服務 只要建築物經專業評估 張貼危險標誌 紅黃單者 或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危險度 總分大於45分 可申請耐震若曾補強的補助措施 集合住宅最高補助450萬 單一透天住宅50萬 並補助評估費用 結構技師也提醒 已經被列為紅單的建築物表示危險 出戶必須馬上搬離 而黃單雖然非主結構受傷 但實際建物已經內傷 像是2016年台南圍觀大樓 以及這盒花蓮的天王星大樓 都是過去的黃單建物 但中大型地震一來就倒塌 但運發認為大地震後 家中次結構已經有裂縫 若藉由公權力來凝聚住戶的共識 進行都更危老改建 才是一勞永逸的方式 再來才是裂縫大小 做不同程度的結構安全補強工程 記者維莊智成特別報導 記者維莊智成 記者維莊智成 記者維莊智成